这两天台北持续高温 昨天的气温更出现了摄氏39.3度的新高温记录 现在就有人主张气象局应该要仿照国外 制定所谓的热浪标准 只要连续五天超过了平均值5度 就算是热浪 不过气象局认为台湾是海岛型的气候 气温容易调节 很难真的出现所谓的热浪 炎炎夏日 大人小孩忙避暑 最凉快的地方当然是 水的原理 小孩们拿水枪狂喷猛喷 一旁的大人也加入战局 玩得好过瘾 除了玩水 绝佳避暑胜地 还有这里 炸冰一碗接一碗 老板娘手从没停过 一个百年新高温就让店内整体业绩 比起平常多卖了将近200碗 生意有多好 看这排队人潮就知道 一碗炸冰吃下去保证透心凉 很热所以来吃冰这样子 对 因为今天天气比较热所以就来吃冰这样 天气实在有够热 院长这样一话说 可以考虑制定高温价 台北市长郝龙斌也表示赞成 但是何为高温 世界气象组织建议 只要连续五天超过平均值五度 就可以算是热浪 但这个标准台湾很难达到 有水在旁边 那它的温度事实上是有某种程度被固定制 那白天太阳晒的时候 那陆地上震温是比较快 当你旁边有海洋的话 海风吹进来 它温度大概就波动不会那么大 讲究台湾的海岛型气候难出现真正的热浪 导致国际间也没有统一标准 政府可以依照台湾现况自行定义 油电TV蔡宗盧登丽台北报导